作詞・作曲 李宗盛 需要緊急做手術截肢的唐慕華 今年十一月,她竟然和丈夫Mairo 又跑去台灣,有個幾星期主領講座 她的《中逆新著 各度的生命》 指標題是《用安息顛覆世界》 The Sense of the Cold 這本書是適時推出 《英文原著》出版於2006年 馬上就成為《教區神職人員》年度十大圖書 這本書的中逆本,封面是原用《原著》英文版的封面 有一幅《公園園景》 由人和雀鳥、樹木交織而成的畫作 上面印上了兩行小字 《休息》、《停止》、《歡慶》、《勇抱》 《用安息四部曲》 《奏出角度交響樂》 這就是這本書內容的四個主條 在《道論》之後,緊接著是第一章 成為上帝伯人的勇氣 清楚地說明這本書寫作的對象 是蒙照全職服侍上帝的人 第一個主條是《休息》 分別討論《慈守安息日》 和討告這兩個重要元素 讓侍奉主的人能夠完整掌握生命休息之度 和透過與上帝親密交談 來蒙恩典得力的秘訣 第二個主條是《停止》 強調我們要學習停止忙碌 和停止聆聽世界 亦即是我們有權去講不 和搞清楚誰才是真正的執政掌權者 這樣將會有助我們專注在神真正的工作上 第三個主條是《歡慶》 學習享受自我歡慶 和學習好像《安息日》指紋地來歡慶 這樣侍奉主的人 才能夠真正懂得善待身體這一座的聖殿 和因為對群體歸屬 享受其中的振奮 也即是透過個人和群體 也即是寶寶 歡迎基督為我們勝過苦難和死亡 遇上那個終末的大喜樂 第四個主條是《勇抱》 分三章來討論 擁抱群眾的使命 擁抱作門徒的代價 和當教會和世界擁抱的時候 我們身為屬靈領袖的角色 我們休息在神完全的供應裡 學習擁抱他人 擁抱苦難 擁抱趙明 當我們對手上的智能手機 還未摸到熟透 生產商又已經推陳出身 有使我們對科技產品 迅速要去升級 當世界呼籲 必須要依靠自我努力 才能夠賺取幸福 卻將人推向無止無盡的 忙碌的深淵裡面 當世界的娛樂潮流 用很多巧適的謊言 來主導著社會文化 人活在虛空之中 無從足及真正的盼望 這個世界又快又忙又亂 我們的生命步調 急劇的加速 缺乏深入的關係 獲取各樣的知識 沒有真正的智慧 擁有龐大的資訊 失去整傳的呼召 擁有先知般洞察力的唐武華 他深知揭力為主 來作供的基督徒的呼召 回歸安息 也是基督徒的呼召 在書裡 他一針劍血地指出 基督徒應該好好操練 休息 停止 歡慶 和擁抱這四部曲 讓神的角度 引導我們進入真正的安息 回應上帝恩典的自由 讓神的角度 將我們從世上各樣的權勢當中奪回來 恢復我們擁有全身的生命 進而更新我們去實踐神的呼召 角度的生命這本書 能夠幫助讀者 再思安息 重回信仰美好的根基 我誠意推薦 多謝您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